來 我們今天要來 五代時間 符合這個資格的人排位置 老師們準備請搶答 最快答對的人可以排座位順序 請問 如果五台機器在五分鐘之內 可以生產五個產品 那一百台機器 生產一百個產品 需要多少的時間 數學 請搶答 有 來 Eric 一百 五台花五分鐘嘛 做五台對不對 集氣做五個東西 花五分鐘 對 一百台做一百個東西 當然花一百分鐘 是不是很優秀 對 這是什麼好想的 差什麼 好 錯 不行 來 歐葉老師 舞台機器 該不會是 二十吧 二十 為什麼是二十 因為 一百足以五得於二十 OK 看這邊 對 是這樣嗎 好直觀 好直觀 我只要咧 對 真的錯了 來 詹妤 五台機器五分鐘 可以生產五個產品 那一百台一百個 也是五分鐘 恭喜答對 漂亮 謝謝 來 詹妤 你好 誰坐第一個位置 我們就按照地緣關係好了 這樣子 一二三 這樣子過去 一二三 對 沒錯 一二三 馬上進行新攻略機會在 大家好 我是你們研究員 蔡上華 進入到我們的機會 與命運賽制 敬請各位 在機會賽分成三個回合 坐在機會區 努力成為答題英雄 而在命運區 則是要決定你們的獎金數 可是呢 我們只有一組贏家 請開夢幻大門 在這集當中要送給大家的禮物 包括了居家收納組 雷洋喇叭組 跟電動跑酷機 十萬大獎呢 是葡萄酒鮮飲機 二十萬大獎呢 是玉手溫感大師按摩儀 希望今天大家有機會 能夠把姜婷給帶回家囉 準備第一回合 新攻略機會賽 請出題 111年國中會考材剛落幕 根據教育部公布 今年最多的考場違規案件是什麼 提前翻閱試題本 B 攜帶非硬式物品 我的答案是 B 攜帶非硬式物品 妳所有選B的原因是因為 大概什麼會被帶進去 我覺得因為現在 手機 電子產品太多了 我覺得他們可能會忽略的 可能是電子產品 電子手錶 他們會忘記這件事情 現在還有藍牙耳機 對 還有藍牙耳機 對 所以女生頭髮長的話 其實都會把它這樣蓋下來 就看不到藍牙耳機了 對 來 接手 這就是我剛剛說的 因為太合理了 好 可以看到 111年的這個國中會考 剛在5月22號落幕 在今年當中呢 教育部他們統計出來 有這個違規的市場 高達了295例 這當中呢 最多人是因為考試太緊張了 所以妳很希望搶個先機 趕快來看到題目 所以的確是最多人 是一不小心的 就翻開了試題本 那當然就會被些許的扣分 還有一些人是提前畫了 那個答案紙 其實那也是不能這樣提前畫劑的 那還有一些人呢 是帶了不該帶進去考場的東西 或者是呢 考到一半呢 他放在後面的這個書包裡頭的手機 發出聲音 這些也都是會扣分的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呢 在今年有三個考生 這真的滿明顯的在偷看 旁邊同學的答案 那當場就被老師給抓到了 那這個監考老師呢 確認有這個情勢之後 罰得很嚴重 大家一定要注意 因為是整顆都不於計分 對 好 答地全轉移 許愛玲準備 來 請出第二題 加油 老師詳細要寫版書 請問當粉筆灰 不慎跑到眼睛裡的時候 應該要怎麼清洗才正確呢 A 用油清洗 B 用自來水清洗 我的答案是B B 合理 會不會太合理了 太合理了 對 但是你說油的話 它是會浮在上面 沒有錯 但是 你要點什麼油 我一般想到的眼藥 可以點的油 就是那種四環素 精銘素 對 但是那個不對啊 那只會讓東西 卡在裡頭更久 因為它沒有辦法排掉 請接受 來 粉筆灰 掉到眼睛裡 要怎麼清洗 好 很多人 在被這個粉筆的灰 給用到的時候 就會想起曾經看過 陸頂記裡頭 天地灰的總舵主陳靖然 他曾經眼睛被石灰給用到 當時他裡頭就有說 如果是被石灰用到的時候 得用菜油去清洗 否則會產生大量的熱 所以就讓大家會有這樣的一個迷思 可是要告訴你 其實石灰它的化學是氧化鈣 它的確碰到水的時候 會變成氧化鈣 所以因此會產生大量的熱能 可是我們的粉筆灰 它其實是這個無水流酸感 所以它其實碰到水的時候 是沒有關係的 因此當你的眼睛碰到了 這個粉筆灰的時候 最好的方式是用大量的自來水 或是生理食鹽水去沖洗它 不管是藥酸或鹼的東西 大量的去沖洗跟稀釋 才能夠是保護我們眼睛最好的方式 好 Eric 該你了 命運獎金數請公布 一百到一萬住在隔壁 請選擇 哪兩個號碼 知道了 還好 恭喜一千元 好棒喔 公平一百好了 不錯... 如果你覺得是三四 你隨便按不是一萬也是五千 真的 可是阿嬤跟我說四伯好啊 怎麼按 不要這樣想 阿嬤自己騙 你再把腦子裡面的東西 全部先抵立掉 你要重新 對 真的 先放過阿嬤好不好 來 許愛玲準備 許愛玲 準備下一禮 請主題 加拿大研究發現 有高達六成作弊的人 其實都是成績好的學生 最大的原因是什麼 A 有嘗過考好的甜頭 B 害怕失去高分的地位 我的答案是B 對 害怕失去高分的地位 因為他這邊是講說 成績好的學生 所以呢 他是成績已經好了 對 所以他已經考好過 他甜頭長了很多啊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因為我一直都是好學生 我知道這種感覺 有道理 我被說服了 說服了嗎 來 請介紹 漂亮 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作弊當然就是壞學生 但是加拿大的研究 卻告訴你 其實作弊有六成以上 都是好學生 而且成績有多好 大概就是在這個班級裡頭 前二十趴的這種好學生 他們會想要作弊主要的原因就是 當我都拿過第一名 我就沒有辦法忍受 我要從那樣的位置掉下來 所以我就會希望 自己能夠一直維持在 那樣子一個 前三名的排行 所以呢 當然就會比較傾向的 去作弊維持自己 一直很好的狀態 命運獎金數再次公佈 一百跟一萬 這一次 他們又住在隔壁 請選擇 小心選喔 不要再摸頭了 不要再摸頭了 剛剛摸頭就不OK了 恭喜 不錯啦 不錯啦 第二次耶 繼續加油 解讀下題 我的答案是A OK 水利 請習的時機點 為什麼 因為其實 有的時候 像我們在建議小孩子去補 某一個考試的時候 並不是說他從 譬如說兩年前就一直開始補 這個 考試就有用 反而是可能在一個黃金期 所謂我們外曹學校有這SAT SAT衝刺秘籍班 一般來講是在考前的 前幾個月 你來做這一個補習 加強 然後馬上去考 臨陣磨腔 不立野光 對 對不對 我被說服了 來 請一介紹 命運獎金數請公布 無法提示 來 請選擇 是按照兩個嗎 二師兄 五千元 他們已經 他們已經破萬囉 其他的好朋友 會很容易 來 請出下一題 學生的書包要是過重 就會影響到成長 請問如果是後輩的書包 重量不能夠超過體重的多少 A 5% B 10% 很難耶 我的答案是選B 10% 這個很簡單啊 怎麼很難 今年會考考題 真的嗎 真的假的 今年會考考題 這很簡單啊 你體重50公斤的 就背5公斤的東西 很正常啊 對 所以就是用這個邏輯 就這麼簡單啊 謝謝 就這麼簡單 來 記者 來 記者 好 佳妮呢 是出在今年的會考的國文科的題目 那就是說呢 背包要怎麼背才健康 要告訴大家 如果是後背包的話呢 盡量不要超過你體重的10% 如果是側背的話 不要超過5% 而其實呢 在我們背背包的時候 如果你已經注意到 你的孩子呢 他是有點往前傾 代表他的背包呢 其實是過重 所以他可能整個人被往後拉 他才要更用前傾的方式 來把他拉回來 那這個背帶呢 最好也是選比較粗的 他才能夠吸震 然後呢 去分散他的重量 並且呢 在背的時候 如果你把他調得太短了 會造成腋下的壓力 如果呢 又把他調太長 會造成肩膀跟背的壓力 最好維持呢 在你的這個胸椎的骨頭 第12節的位置 是最貼合 最好的 來 命運獎金數 100到1萬 一定是1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 上電視 阿公阿嬤好 I love you 三千元 三千元 好可憐 好可憐 舒雅玲還有1分29秒 好 來 請出下一題 好 其中老師因為長期久戰 而有靜脈曲張 請問可以怎麼做 來緩解症狀呢 A 加常泡湯的時間 B 穿腰圍寬鬆的褲子 我的答案是B B 順利 B 腰圍寬鬆的褲子 對於靜脈曲張為什麼有幫助 血液循環嘛 可是你加常泡湯的時間 泡湯其實不能泡太久耶 頭會暈 喔 對 那我泡 我泡下半身泡腳就好啦 對 去泡腳 對 但是穿腰圍寬鬆的褲子 就是你這邊勒太緊的話 循環沒有辦法就是整體 流動 對 這是我的邏輯 來 記住 我也覺得對 我也覺得你答對了 恭喜答對 好 很多人都有靜脈曲張的問題 要提醒你喔 如果你有這個為了要防靜脈曲張 穿彈性襪的話 記得一走就要穿了 如果等到腳腫起來再穿 就沒有那麼好的效果 而另外在這個腰圍的部分 盡量穿得寬鬆一些 否則負壓如果太增加的話 也會影響到你的下肢血液循環 同時泡湯的時間 其實是法應該要讓它通風 而且盡可能的縮短 因為當這個溫度過高的時候 你的血管擴張 也會讓你的靜脈曲張更加的嚴重 那在平常在久坐 久站 一段時間之後 一定要適度的活動 並且盡量不要翹腳 回家的時候 一定要把腳抬到超過心臟的位置 讓它稍微循環一下 才能夠讓你的靜脈曲張 比較容易緩解 命運獎金數 來 一百到一萬 請選擇 不能提示 很簡單 很清楚 快點 中路 三 恭喜一萬元 好 好 好 隨愛玲準備 來 請出下一題 根據2022最新的全球智商測試結果 最聰明的前兩名皆是亞洲的國家 第一個是台灣 第二是誰 A 日本 B 新加坡 我選的是B 新加坡 因為日本他們在念書 有一點死K活K的 那智力測驗其實它不是一個 所謂你可以去準備的測驗 所以對於日本人來說 他們並不擅長 可是新加坡他們的這整個學制 有一點融入西方的 比較活一點 所以我覺得它就沒有那麼矮板 對於這種智力測驗來講的話 它會比較拿手 新加坡是不是亞洲第二 建議介紹 智商測試 智商測試 我覺得答對了 真奇怪喔 好 2022這個全球智商測試 當中名列第一的地方 居然就是我們台灣 台灣平均IQ高達了116 那麼第二名緊追載後的是日本 它也有112 第三名的是匈牙利 可是這個調查結果一出來之後 他們就也有說 因為日本人做的人非常的多 樣本數是比較大的 所以因此他們覺得比較準 台灣的樣本數太少了 因此他們推估說 是不是本來就是比較聰明的人 才會有興趣去做 這樣的一個智力測驗 所以就有這樣的一個說法存在 那後來一有這個說法出來之後 就開始湧入了大量的台灣人 進去裡頭 去增加樣本數 那也建議大家 其實它就是35題 24分鐘就可以做完 一個完整的測試 不妨上網去試試看 好了 58秒 我剛剛說過 夠快的話有4題 莊玉翔加油 我可以努力 準備 請出題 自古以來流傳著 烤前不能夠吃牛肉的禁忌 是因為以前的人 誤會了關於文昌帝君的什麼事 A 以為他是牛轉式 B 以為他的坐騎是牛 我的答案是A 以為 鎖定 牛轉 我以為他是牛轉式 真的假的 我換一下 來不及了 來不及了 鎖定 鎖定 因為文昌帝君就是坐牛的 對 我怎麼會打A呢 好吧 那就A吧 請介紹 真的是錯的啊 好 大家都覺得瘦如果為了要考試 考得好不吃牛肉 其實文昌帝君的坐騎它不是牛 而是一種叫做鹿馬的四不像神獸 所以其實跟這個牛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但是為什麼會讓大家有這樣的一個誤解呢 是因為出自於在這個文昌帝君的相關經文裡頭有講到 不載 跟牛 不氣 自止 那其實當初也是因為早期是農業社會 希望大家盡量能夠善待幫助我們工作耕田的牛 那到底哪一個神 它真的是由牛化身 那如果你命代它的話就不適合吃呢 就是奎缸神 如果算命的人跟你說你命代奎缸 因為奎缸神過去是太上老君的坐騎 是一條新牛轉式的 所以因此呢 就比較不適合吃牛肉了 好啦 詹宇 加油 好 來 準備 請出題 醫生認識圓在什麼狀態下 看書 記憶力會特別好 有助於背誦 A 原地踏步的時候 B 上廁所的時候 B 我的答案是B 上廁所的時候 準備 為什麼不是原地踏步 我記得古人好像有一句話說 讀書有三上 側上 麻上跟整上 所以有側上 所以我就選擇B 請講 這又太Logic了 跟我準備 有時候都是一直背不起來 為什麼去上廁所的時候 一邊背就覺得很有效呢 主要原因有兩個 第一個呢 是廁所 是比較密閉的空間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精神比較容易放鬆 當你放鬆的時候呢 你當然就更容易記憶 再加上專注力也會比較足夠 而另外一點呢 是當我們呢 在用力大便的時候呢 我們的下肢處理喔 這個時候呢 血呢 會往上流 所以呢 比較多的血液能夠供養給腦部 那當然記憶力也會有所提升囉 命運獎金術 你的是無法提示的那種 請選擇 有點亂 我會選 恭喜一萬元 恭喜 謝謝 厲害喔 再用準備 來 請出下一題 比較快喔 起床內學專家提出了 在電腦桌前 維持好姿勢的檢測法 行為下列的敘述合者正確 A 坐姿維持90度 B 手肘與鍵盤乘95度 來 數例 A 手肘跟鍵盤95度 你要開一點這樣 角度的量測嘛 其實是應該是這樣吧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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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可是這樣子好像是對的 因為一般來講 現在很多提倡是 站在那邊打電腦 站姿 差不多就是95度啊 這樣就開起來了 對 幾歲也自然拿紙了 現在有站立學習喔 現在所有的那個電腦桌設計 你看連家用的小孩子的電腦桌 是有那升降起來 你是站著在做電腦的 打電腦 我啊 詹芸 但因為我都要站到12個小時 我就會覺得 還要叫我站起來打字 太痛苦了 現在每個辦公室 都是這樣子設計耶 站得住 站得住在辦公室 好累喔 誰答對了 這個很難解決 來 接腳 這兩個都有道理 對 這很難耶 這 真的是95 其實立學專家提醒大家 一些比較正確的作思喔 很多人都會認為說呢 我們應該要坐得很直挺 大概成千九十度 可是呢 當你坐到九十度的時候呢 你的整個人的脊椎 是很容易會疲勞的 所以有很多的電腦椅啊 會故意讓你可以後勤一些些 可是避免讓自己坐得太舒服 其實呢 有很多電腦有到了一百一十度喔 那個呢 你就會太深陷進去了 那你在打電腦的時候呢 就會很容易駝背啊 甚至呢 你的脖子會往前伸 就會呈現烏龜脖這樣的一個狀態喔 其實呢 對我們的頸椎跟脊椎都非常的不利 九十五度是最剛好的 還有我們的腳呢 在膝蓋的那個位置啊 也不要剛好放直直的九十度喔 這樣子呢 也是非常不利於血液循環 這樣也是讓它再鬆開一些些 也是比較好的狀態 那以及呢我們的眼睛 在水平看向螢幕的時候呢 最好呢 是可以保持那個螢幕 比我們的眼睛再下來個十到十五度 也可以讓你是比較輕鬆一些 那其實呢 在做這些狀態的時候呢 最重要的還是你的手 在打電腦的時候呢 盡量喔 也可以讓它呢 打開大概到九十五度角 因為呢 有時候如果你更縮起來 或放在九十度的時候 其實你的肩膀上面的關節啊 是非常的緊繃的喔 打電腦轉移十四秒送給你了 試試看 十月愛玲準備 來 起注 最後一題 加油 要快喔 根據台灣網路調查 在義務教育的科別當中 最受到網友歡迎的是哪一科的老師 A 英文老師 B 社會老師 A 英文老師 鎖定 最受歡迎的不是社會老師 英文老師會不會太... 會不會太理所當然了 不是 因為我自己回想 以前我在台灣念初中的時候 就是所有的科目 社會科老師還是比較嚴肅一點 英文科老師 語言老師 都比較活潑一點 所以受歡迎來講 我覺得應該是英文老師 介紹 英文老師最受歡迎的科目 怎麼樣 好 這之前呢 網路上面有做一個調查 就調查一下大家 在這個休學時間呢 最討厭哪幾科目的老師喔 第一名居然是國文老師 但他就說國文老師呢 是不是比較敏感呢 有時候會覺得 國文老師都是怪人 怎麼不這樣 那第二名呢 是音樂老師 他們說音樂老師 這網友說的喔 說音樂老師通常呢 覺得有點怪怪的 或者是覺得音樂老師呢 根本就是他們人生的惡夢 第三名呢是數學老師 因為數學太難了啦 所以很難會喜歡數學老師 那大家最喜歡的老師 第一名呢 其實就是社會老師 而且普遍的網友都說呢 想起來好像人生當中 遇過的社會老師呢 都是還滿幽默風趣的 好啦 第一回合結束 莊岳翔跟歐葉老師 目前淡薄名利 一毛都沒有 名利 屈愛玲跟Erik 這組組合 兩萬四千元 NICO跟湛云開張了 一萬元 要不換人 有沒有要換人 我要換 來 請起 歐葉老師 來 好吧 你先來玩一下 真的啊 好 來 好 答題圈轉移到歐葉老師 一換位置就換你上場 好 什麼 全民心動略 模範時間招募中加入會員 讓你有鍛鍊籌碼的機會 在社會走跳 總要有兩個抑制題目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 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民心動略 趕快來訂閱喔